有许多中华队的选手 代表台湾前往巴黎参赛 包括羽球 射击 射箭 体操等项目 我们很荣幸可以陪伴他们一起回家 感谢各领域主艰选手们的杰出保持表现 你们都是台湾的骄傲 在此特别恭喜 李洋先生 王麒麟先生 再度荣获奥运 羽球男子装打金牌 创下赴上首次军牌208的记录 也恭喜李洋远先生 获得奥运男子并向飞把设计铜牌 这也是台湾在设计项目上的首面奖牌 台湾女球一格 周天成先生也在持班机上 他有不放弃的毅力可以赶赔 我们班机上还会以长龙航空长期 相伴飞行近十年的潜艺战 也是本届奥运中华队的早期官 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戴智隆小姐 今天能够看戴智隆重新战世界赦兵 全世界奥运戴智隆 上阵的戴智隆 始终没有放弃自己 现在最大的努力抵战到最后一刻 充分表现与孟家精神的最高典半 身为多年的战友 潘王空真的非常骄傲 谢谢戴智隆一直以来 带给我们的荣誉与美好 您永远是我们心目中无可取代的 第一精彩传奇 潘王空永远支持您 最后请代表潘王空 再次感谢各位贵宾 以及全体中华队的顶尖好手们 你们是第一步请求台湾之光 请大家给予所有中华队的英雄们 最热情的掌声 谢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